风秀拥有几位继承人 他最终将魔神皇之位托付给了谁 魔神皇乃是魔族至高无上的存在 能够继承魔神皇之位的人 必定是魔族的最强者 为了挑选出更优秀的魔神皇 拥有魔神皇血脉的继承人 自然也是越多越好 只可惜 一天魔龙族的生育能力实在太差 风秀从始至终都没有几个后代 那么风秀拥有几位继承人 他最终将魔神皇之位托付给了谁 1.阿宝 阿宝乃是风秀的长子 同时他也是几位继承者中魔神皇血脉最浓厚之人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顺利成为第一顺位继承者 在魔神皇血脉的支撑下 阿宝成为了魔族年轻一代中的最强者 年纪轻轻便达到了九阶的修为 尽管阿宝年轻有为 但想要成为真正的魔神皇 他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 阿宝不仅缺乏历练大局观不足 而且他还生性固执 为了迎娶月夜 他甚至不顾下一代的魔神皇的血脉是否纯净 也正因如此 风秀多次想要罢免他第一顺位继承者的位置 只可惜 风秀除了阿宝以外 再无其他人可以继位 不过在龙浩尘出现以后 风秀便开始大胆地让阿宝进行历练 在魔幻天堂一战中 阿宝因大意输给了实力远不如自己的龙浩尘 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 阿宝开始努力修炼 在最终大战到来之时 阿宝也是达到了九阶四级的强大修为 只可惜 阿宝最终还是在最终一战中被龙浩尘所费 阿宝卖的他自然有资格继承魔神皇之位 只不过 由于他与哥哥阿宝的年龄相差整整一百岁 因此 他无论是在修为 还是在声望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毕竟在他只有五阶境界时 阿宝便已经达到了九阶的境界 而且更重要的是 棱小体内的魔神皇血脉 远不如阿宝那般浓厚 即便日后他成为了魔神皇 他的实力也远不如阿宝强大 也正因如此 风秀才始终没让其成为真正的候选人 不过在风秀与阿宝冒翻之时 风秀也曾想过 让其取代阿宝的位置 但处于种种原因 风秀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龙浩尘的身上 三 龙浩尘 龙浩尘乃是风秀的外孙 尽管风秀的女儿白月 在将士之时 便被其母洗去了魔族的血脉 但强悍无比的魔神皇血脉 还是通过隔代遗传 来到了龙浩尘的身上 龙浩尘身上的魔神皇血脉 虽然不明显 但确实存在 更逆天的是 龙浩尘的修炼天赋 堪称绝佳 即便是阿宝 也无法与之媲美 也正因如此 风秀才会无比重视 自己的第二继承人 哪怕龙浩尘所展现出来的血脉 大多都是光神血脉 但只要龙浩尘愿意 风秀便立马能够将其体内的血脉 全部转化成魔神皇血脉 以此让其成为新任魔神皇 只是风秀怎么也没想到 龙浩尘居然在继承永恒 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之时 将体内的魔神皇血脉 全部洗尽了 哪怕滴血认清都无法相容 但此时此刻 魔神皇之位已然不再重要 倘若魔神皇无法将奥斯汀格里格击杀 整个圣魔大陆都将不复存在 尽管风秀和龙浩尘 最终合力将奥斯汀格里格击杀 但是风秀最终还是选择了 随爱人而去而自杀 临终之前 他将魔神皇之位 传给了月魔神阿加雷斯 毕竟在魔族失去所有的魔神住以后 也只有星系人类的阿加雷斯 才能让最后的魔族与人类 实现友好共存